字幕君 這初登系列要出來新的貝吉特達洛特也可以 分別是黑髮跟超賽 之前的悟空跟炭克斯真的是被幹到翻 這一次從盒子上面有了明顯的不一樣 那也期待食品 真的不要累 內容物就上下半身 頭都是有包起來的 他底座 卡角的小底座 黑髮型態的貝吉特實體上我個人覺得真的 沒有悟空跟大特那麼的雷 實際上絕對會比你在官方圖片或是影片上來的 再好看 頭雕 好 整個這爪樣 非常非常的OK 貝吉特就是有這種 斜斜的斜氣的樣子 波特拉爾華 頭髮前面的瀏海 整個以 肌肉線條 跟臉部的陰影感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加上裡面橘色這邊 的漸層 包含外面藍色這邊的 這種漸層感 手套部分 有做出這種小細紋 整套衣服 深淺 對比相當的明顯 也蠻好看的 靴子這裡 有點 細紋感覺 前面 的樣子 然後 後面 這一個後面他 看起來在看之下會比較屬於單一色但是 清楚 可以看得到 上半身跟下半身其實還是有一點這種色差的感覺 對 可以看得到 第二隻就是 超賽的形態 超賽的形態這樣子 甩樣其實又更大大加分的不少 我是覺得 相當相當可以 尤其是這種嘴角上揚的樣子 但不知道為什麼擺在悟空的臉上就是不太適合 頭髮 著重是在前面的這個劍層的感覺 真的比 悟空跟大特 好得非常非常多 然後 側臉的樣子也是相當的酸 基本上 服裝 顏色 其實上半身來講大龍小玉 下半身來說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不同 超賽的這邊 就是會比較淺一點 黑髮這邊比較深 如果以膚色來講的話 哇 超賽的肌肉線條 似乎也是來得比較深的一些 臉到是還 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背部 背部超賽這一隻 看起來是 更加的深 就算是 現職 我們要不要緊 來看 看起來 我們要不要緊 我們要緊張 看到 沐浴 往後 看起來 有 我們要緊張 看起來 我們要緊張 每次 我們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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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出陣系列貝吉特 普通形態跟超賽形態真的有跌破眼鏡 我自己出乎意料的覺得 還蠻好看的 尤其絕對的碾壓之前的大特跟悟空 的那兩隻 尤其 頭雕方面的話我覺得相當對位 那他前半部的服裝 其實上下可以幾乎完完真的可以看到這種色差的感覺 那超賽 跟黑髮的這種色差感又完完全不一樣 在服裝方面 加上這個 非常非常跩的 臉部表情 我個人是覺得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 你是喜歡這種肌肉線條 柯化痕跡非常 無敵之明顯的 那可能這一隻就 比較不合你的胃口 那畢竟他的 肌肉線條下的這個 深度的話 沒有 非常非常的深 但是超賽絕對有比 黑髮的這一隻 下的來的再重了一些 整個 一體態來說 也是做的算相當相當的還原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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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